嗨!大家好!我是真妮佛 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 2024年整體生肖運勢 屬馬之人 在影片開始之前 別忘了訂閱、按讚、分享 按小鈴鐺有芯片即時通知喔 2024年整體運勢 屬馬之人 行運即興有天解 解神八座等 人宜胸化吉 2024年的生肖運勢運程 對於馬寶寶來說 機會多多 整體運勢還算不錯 只要抓緊機會 機會將會出現在 馬寶寶的職業 和個人的生活中 是穩定中求發展的一年喔 同時受到天德吉星的庇佑 馬寶寶也會得到 許多貴人的幫助和資源 幫助馬寶寶實現目標 並取得成功 不過由於上門新入宮的關係 若非必要 建議盡量避免接觸一些 有關疾病、傷障方面的事情或場所 此外呢 要注意身體健康 生活起居 出門在外 交通等方面 要多加小心喔 也可以到廟裡點光明燈 攜帶平安服務 加強自身的運勢喔 2024年 馬寶寶的觀世音 指引籤 第37籤 第37籤 李靖龜山 下下籤 詩曰 欲問深暗 運太時 風中燈竹不相宜 珍如收拾生堂坐 素免光搖 敬觸名 臨親鼎故 李靖就是風神榜裡的 挪刹三太子的父親 又叫 托塔李天王 李靖父子 協助江子牙打敗咒王后 建立了周朝 武王正式登基 江子牙於是設了風神榜 進行風神儀式 以安定在戰鬥中 死亡的將士的亡魂 從此四海生平 天下安寧 武王要封喉行賞 又要分封土地 給開國功成 李靖父子等七人 要求龜山修道 不要戀戰 世間的功名利路 後來七人都漏身成聖 慰劣先斑 司千姊 有些人不喜歡 射入是非 也不貪獨他物 更不顧與人高攀 因為本身信譽極佳 虛之本身傑身自愛 又能自律四件好事 但是遇到需要幫忙 或協助的情況時 也不能完全自知不理 凡事不沾鍋的處事態度 雖然可以遠離很多是非糾葛 和省掉許多麻煩 但卻會讓人覺得 過於自命清高 只顧自己不管別人 似乎有點太偏於自私了 形式勿讀來讀往 英語人結交相處 人幫著上網的就盡力而為 如果有人需要中肯的建議 也不要另開金口 在顧好自己的同時 請別忘了 尖善天下 此前有莫不關心之意 提醒當事人 不要太獨善其身 此前風中登足之相 凡事謹慎則及 我是珍妮萌 我們下回見 掰掰 我們下回見 剛剛說是